今天的这场比赛 如果你们觉得不精彩 直接来评论区骂我 重量级职业选手的拳腿 到底有多恐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 重量级职业踢拳赛 这场比赛发生在上周 万冠军赛在1637 篮角选手大胡子 来自伊朗的伊拉基阿兹鲍尔 今年34岁 身高188 体重116公斤 妥妥的重量级巨瘦 职业战绩68胜4腹 她的对手 现役万冠军赛 轻重量级踢拳冠军 来自乌克兰 罗曼凯克利亚 罗曼今年31岁 身高2米 体重103公斤 职业战绩48胜7腹 最近打出了10连胜 罗曼今天是身重 和阿兹鲍尔争夺 重量级世界冠军腰带 两人今天的比赛 是第三次交锋 前面两次都是在中国的昆仑局 前面两次交锋 双方是各拿下一城 试金字总会发光 只要你有能力 我们就在金字塔的塔尖上见 下面我们来用原身 来观看这场比赛 带你们体验一下 重量级全腿的威力 罗曼高扫 实际重心倒地 这下是意外 不得分的 感觉阿兹鲍尔的侵略性很强 感觉阿兹鲍尔的重拳都带着风 这个拳就像一个炮弹呼啸而来 阿兹鲍尔的武器枯也非常拳 转身拳打得也很溜 阿兹鲍尔全面脸压下的取胜 罗曼的教练让他赶紧找回节奏 突然的话第二后合就死定了 好千万不要走开 第二后合马上开打 这一回合 罗曼开始听教练的话 主动进攻 哇这个漂亮的肌腹拳 是犯规的 之前在昆仑局的赛场 阿兹鲍尔就是用这一招 把罗曼给摔得没有脾气 罗曼的后手拳打中 哇这一下非常的重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精彩的麦 这里是小北哥的频道 我是你们的小北哥 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